他是教育部长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儿子却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 哪怕是动工亲自出面 恢复全国高考的黄金机会 他也毫不动摇 坚决不让儿子参加 让亲生儿子白白错过这次大好的机会 知情人全都面面相觑 不知他此举到底有何深意 直到他说出实情 人们这才知道 教育部长不让儿子参加高考的良苦用心 欢迎百度搜索 教育部长不让儿子参加高考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1977年在大众的期盼当中 邓公重新复出 可就在大家以为邓公将带领大家 在经济领域再创辉煌时 邓公却方向一转 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百费带新的教育界 在分析当前的教育界乱象后 邓公沉吟良久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立即恢复高考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学生教育一直都是党中央十分关注的重点问题 1966年 毛主席更是从学生的身心健康出发 提出为学生减负 并号召知青上山下乡 参与到劳动建设中来 让知识分子亲身体验劳动 这本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但因为种种复杂原因 毛主席的号召开始不断走偏 甚至哪怕是教育部意识到不妥临时教廷高考 都无法阻止国民的教育重心 从读好书向搞好生产偏移 等到1970年时 工农子弟已经成为涌入大学的主要学生群体 因为没有考试删选 又急于投入社会参与建设 有些学生的知识水平都相对较低 很多人只有小学学历 很显然这样的学历水平 是无法达到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标准 考虑到情况紧急 邓公这才果断宣布重挤高考 并将高考的选拔制度 由群众推荐改为考试录取 甚至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 邓公还特意声明 废弃之前的考试标准 只要本人政治表现优良 就可以来参加高考 消息一出 大家都十分开心 虽然当时条件限制 只能在冬季进行高考 但学生的报名积极性 却不减反增高达570万 可在狂热的报考潮中 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刘希瑶 在听到邓公的高考改革政策后 刘希瑶虽积极赞成 背地里却名利禁止 自己的儿子参加高考 难道说刘希瑶并不满意 邓公的改革举措吗 其实不然 作为教育领域的内部人员 刘希瑶是最早接触到高考试题的那批人 在那个考试保密措施有待改进的年代 刘希瑶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将考试内容提前透露给儿子 以便儿子能够金榜提名 但考虑到邓公改革措施的本意 刘希瑶这才痛下决心 不仅没有向家人透露半点考试内容 还让准备参加高考的儿子暂缓一年 等到第二年自己避嫌后再来高考 要知道那一年的高考只有20万个录取名额 如果刘希瑶的儿子脱颖而出 那等待他的就是极为光明的未来 为了能身体力行的号召公平考试 刘希瑶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未来 这一点让人十分敬佩 虽然有些可惜啊 但从刘希瑶的反应中 我们不难看出 国民对于邓公的高考改革举措 是十分支持的 而之后的高考盛事也向我们证明 如果不是邓公在复出后力挽黄澜 笼罩在教育界上的阴云 恐怕不会轻易消散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